推翻从日本进口的最初计划 印尼国企通勤列车公司KCI 近日与中国中车四方签署通勤电动车组供货合同 不料印尼国内却有人造谣声势 将这笔交易同中国为印尼亚万高铁项目提供的贷款相关联 声称购买中企产品是受导中方施压 这一荒谬言论很快被印尼有关部门负责人和KCI方面辟谣 否认采购计划变更背后存在利益冲突 当地时间2月7日 印尼交通部和国有企业部的有关负责人 均对此作出澄清回应 以正视听 据印媒报道 印尼国有企业部副部长 违约阿特莫佐坚决否认采购背后存在利益冲突 他强调放弃日本产品与中国无关 更不是谣言所说的受到中国威胁 印尼交通部铁路局局长李萨尔也补充道 该部门只负责提供铁路标准 以供参考 实际采购设施的权力握在KCI手中 其作为运营方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选择任何国家的产品 前一天 负责与中方签署合同的KCI懂命普巴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澄清表示 选择中国产品与高铁贷款毫无关系 这纯粹是一个采购过程 没有任何人对此事施加影响 他说 与一同竞标的日本企业 以及韩国两家公司相比 中国列车的报价最实惠 更具竞争力 另据印尼门户网站报道 安妮还透露 之所以突然改变原定计划 不买日本产品 一定程度上也与日本企业临时提价有关 KCI这才转而向中国提出进口新列车的意向 其他制造商在调整了之前关于技术建议和融资的提议后 提出了更高的价格 他解释道 9月份我们被要求参加协商 但一个月后我们从日本收到的报价确实涨了 因此有必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阿妮还进一步表示 选择中国公司不仅仅基于价格考虑 更因为中企制造的列车 能够满足印尼要求的技术规格 中国产品确实符合我们的需求 它们的技术规格与我们要求的非常接近 他举例说 韩国制造的大多数列车都是铝制的 而我们需要不锈钢材质的 此外 中国制造商还同意定制空调系统和座椅配置 以满足印尼的具体技术要求 普巴强调 列车采购过程是公平进行的 选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作为供应商 是基于合理的考虑 而非受到外部压力 他还表示 采购过程中有印尼国家审计人员参与 确保各项程序透明合法 亚万高铁正式开通百日之际 1月31日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与印尼通勤列车公司 签署供货合同 将为后者通勤线提供三列新的电动车组 按照合同 新列车将采用先进技术打造 最高运行时速120公里 每列车12辆编组 最大载客量3396人 采用不锈钢车体 适应当地1067毫米轨距 新列车预计2025年交付 印尼媒体报道称 新车替换旧车后 预计实现全线每天服务120万乘客的目标 这是中国中车季亚万高铁动车组项目后 在印尼市场的又一新突破 也是我国首次向印尼出口通行电动车组 意味着我国高端装备出海再迎回头客 截止1月24日 也就是亚万高铁正式开通商业运营满百日之际 亚万高铁已累计发送旅客145万人次 单日上座率最高达99.6% 而且客流仍然持续保持着高位态势 说起亚万高铁小编就想起了不久前 在CNBC印尼语频道上看到过的一篇报道 1月12日 一名叫法蒂玛的大马妇女 不远千里从马来西亚飞来印尼 就为了体验一下东南亚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铁的乘坐乐趣 法蒂玛花了111元人民币 买了一张从印尼首都国际机场开往万龙的高铁票 这趟旅程全长大约142公里 而法蒂玛仅用不到一小时就到了终点 如果改坐普通火车的话 法蒂玛这趟起码得走上两到三个小时 在法蒂玛看来 虽然111元人民币的票价对当地居民来说不算特别便宜 但是相对亚万高铁那超高的出行效率和超舒适的乘坐体验来说 这笔钱绝对称得上物有所值 就冲亚万高铁这么方便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人愿意买票做它的 据法蒂玛介绍他之前在欧洲和沙特 也都坐过类似的高速列车 所以这趟来印尼乘坐亚万高铁 算是他人生的第三次高铁之旅了 法蒂玛对亚万高铁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认为中国的技术丝毫不逊色于欧洲 唯一可惜的是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种高铁 我是很愿意尝试这种新鲜事物的 所以我只好飞到印尼来体验这边的呼啸列车了 这一趟车坐下来确实给了我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亚万高铁名不虚传 我这25万印尼顿花得值了 说来凑巧的是就在法蒂玛专程飞去印尼体验亚万高铁的当天 也就是1月12日 日本共同社那边也披露了一桩和高铁相关的新闻 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会削减对新龙高铁的政府资金投入 生怕无人接盘最后鸡飞蛋打的日本项目方最终决定退出竞标 受此影响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 大马政府将重新评估日期退出后对新龙高铁项目的影响 由于日本的中途退出 新马两国届时或不得不将新龙高铁项目转交第三方负责 这个第三方究竟是指谁呢 马来西亚政府倒是没有点破 不过 你架不住很多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新马网民起哄啊 在相关视频资讯的评论区下面 就着日本退出新龙高铁这桩新闻 很多新马网民索性拿日本开启了吐槽大会 中国高铁在印尼搞得红红火火 日本已经没有资格在相关议题上讨价还价了 现在的日本不过就是美国的一颗棋子 日本已经再也不是那个昔日的荣光加深的武士之国了 就日本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吧 懂得都懂 就算他们接手了新龙高铁 最后恐怕也是完不成的 在没露馅之前就溜着大吉对他们而言已经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过去马来西亚总理说过 希望马来西亚能向东方学习 当时他指的是日本和韩国 现在马来西亚应该更多的把中国视为值得学习的国家 拉倒吧 日韩这俩货只不过是为了占马来西亚的便宜 马来西亚从未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技术进步 中国才是那个更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因为中国更真诚 报价更便宜 而中马两国的交情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 日本人太死板了 他们就爱钻牛角尖 无论做什么都是认准一条道走到黑 就算是挤牛奶 也要把奶牛给榨干才肯罢休 相比之下中国人简直不要务实太多 要按时按预算建成新龙高铁 这活也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了 中国承建的印尼高铁一小时就能跑350公里 日本承建的印度高铁七年才走了20里 从过去的记录来看 日本人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搞定新龙高铁 就算他们赢得了竞标 这个项目他们也吃不消的 不幸就看看他们成建的越南高铁 日本人都磨了18年阳工 还搁那儿当高铁先人 逼得越南人都没办法了 只能求中国出手帮他们收拾烂摊子 是啊 日本的新干线修的可比中国的高铁早多了 可结果呢 报道上都说了 日本在印度和越南的俩高铁项目 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能成的 在本土修高铁和海外修高铁还是不一样的 后者对日本来说可能是难度太高了 日本的技术兴许只适合关起门来在日本玩 我到现在都记得吉隆坡的双子塔 那个项目是马来西亚分别承包给日韩搞的 日本负责建一座 韩国负责建另一座 结果造出来的双子塔一高一低 生生就给弄成了长短腿 近期还有日本人带着测速器 专程跑到雅加达来试乘了雅湾高铁 结果测出了348公里的时速 这下就连那些平时 没少给雅湾高铁翻白眼的日本人 都不得不心服口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